推廣花蓮文化內涵也結合民間資源 中秋連假鄰近東大門夜市的花蓮鐵道文化園區 規劃辦理了絕對中秋活動 除了電影欣賞、音樂劇還有士奇及樂團表演 而最吸引鄉親的呢 則是傍晚美味的烤豬肉大餐 吸引不少民眾在月光下排隊品嘗過中秋 進駐花蓮鐵道文化園區的鐵勒新供營團隊 花生客廳、鐵道電影院等 在中秋連假的第一天規劃辦理絕對中秋活動 除了花蓮鐵道電影院的魔法阿嬤4K修復版 急聲跟室內樂團我要把阿嬤賣掉故事音樂劇 還有762書庫的室內走讀課程和相關主題講座 最重要的是原民部落美食烤豬肉在傍晚開動了 我們接到這邊的消息就是說他們 反正就是100到200人 所以我們有稍稍控制一下那個分的數量 6個小時就是一直要觀察他的 哪邊的火候不夠 或者是說火候要加強 所以這個6個小時其實是要一直顧著他 那因為這個是中大豬 那如果有更大的豬就是8個小時起跳 主考官表示這次準備約100公斤的中大型烤豬 能提供約100至200人食用 經過6個小時的燒烤 搭配晚間的爵士音樂會 金曲歌王浩恩的表演 現場還有全天的首作和小農事集 民眾又吃又喝又聽音樂邊賞明月 讓鐵道園區在視覺、聽覺和味覺上 比以往更加熱鬧 民眾也體驗不一樣的中秋連假 記者長幫眼華靈師報導